AO 了世紀天氣有個星 大家好我是LAYO 今天來看波根地人對上圖爾切人 這場比賽是軍閥3的競技場地圖 這場比賽是HART對上肥龍VB 這場比賽也是他們的小組冠軍賽 這場比賽也是HART對上肥龍的最後一場比賽 誰贏了這一把就可以晉級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出身點位 9點鐘方向紅色的文明選擇了波根地人 波根地人最大的特色可以提前一個時代研發科技 像這個一級伐木一級農 這邊封建時代一開始就可以趕快點下 黑暗時代 封建時代的話就可以直接點二農 城堡時代三農也可以點下 而且點這些經濟科技都有折客 所以他可以點的壓力更小一點 波根地人後期的遊俠也是速成最快的文明 城堡時代點鐘裝騎士 帝王時代馬上可以升遊俠 而且還是半價科技 所以這個遊俠造價非常便宜 但是他的遊俠並沒有品種 所以血量會稍微少20滴血 稍微弱了一些 但是整體的經濟讓他大幅度的增加他的遊俠數量 所以波根地人實質算是一個偏農的文明 後期以有革命一波流 還有火槍火炮都可以作為後期主力 那接下來介紹一下 大約出生點月三點鐘方向 藍方的文明選擇了土耳其人 土耳其最大的特色 是他挖金速度是有戲裡面最快的文明 但是他的肉碼會自動升級 而且他的槍兵跟毛兵是不能升級的 所以他的肉碼可以自動升級 在競技場來說 在城堡世代時 可以打這個瞬間城堡世代 落馬升級流 然後去控制聖物的優勢 所以土耳其人 其實在競技場來說 是一個相當有優勢的文明 不管你是要減聖物流程 或是要壓寶前置 打這個土耳其火槍兵 但TC All-in的打法 都是非常強大的一個文明 但是他的弱點也算是比較明顯 他的生旅呢 他比較會害怕生旅單位 用生旅就可以招強掉他的火槍兵 還有火炮這些他的強勢單位 但是他有大肉碼 所以他整體來說 如果打歐一一波流的話 經濟上可能會比較吃緊一點 但如果操作的好的話 可能不用農 直接單TC巨頭 慢慢推進 或是火炮 直接壓死敵人 是在土耳其人 經濟場比較常見的戰術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兩邊的封建時代會怎麼打 沒有意外的話 土耳其人跟伯根蒂人應該都是打一個直層 因為直層的話會比較容易打出自己的優勢來 因為兩邊的文明封建時代並沒有太多特色在 那伯根蒂人現在是有自己的經濟優勢在 一農一木 現在已經有了 那土耳其人這邊是應該會打一個24或25P 生成寶石帶的流程 好這邊是打一個25P 那伯根蒂人是有4P 兩邊的流程都算是比較正常 沒有太極限的操作在 那我們頻道也一直在講 這個極限配置喔 多血喔可能會多爆炸 因為你永遠不知道這些極限配置 在其他文明的表現上會是如何 那如果你去學極限配置的話 往往會讓你的一般的配置的熟悉度 也會忘記掉 所以極限配置喔 實質上是在給對斯基地國人 比較熟的玩家 在去用的 那大部分的情況還是打個25P或24P 其實就很不錯喔 單記一場地圖 打這個直層流程的時候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兩邊的升級 這邊可以看到肥龍其實是可以找一村上去的 24P也可以上 看這個肉已經多了100多 好這邊點下了一級伐木 那伯恩帝人點下城堡時代之後 馬上補下了二級伐木 這裡也可以考慮點下二級農田 再去灑農田喔 但是這邊肉會獲取的太慢 所以先灑了一些農田 先等這個肉穩定之後 還要再去點這個一級挖金 還要再補個馬就去按些肉馬 所以這邊壓力是非常大的 所以二級農田到底什麼時候點喔 算是伯恩帝人這邊的一個重點 當然也是可以選擇布點 然後直接趕快去點挖金 然後打這個肉馬去給對方壓力 如果是要打贏對方的肉馬的話 自己只有親騎兵的情況下 只有伺候的情況下是打不贏親騎兵的 好結果這邊收掉了一隻肉馬 看來剛剛槍兵有說到一點事情 好那伯恩帝人升到城堡時代 馬上點下親騎兵 點下了一個城鎮中心 土耳其人滋留大動作 肥龍準備要來壓寶 那這邊是轉了肉馬 然後壓寶策略 那伯恩帝人這邊是選擇親騎兵開局 也下了一個修道院 那我們剛剛開局會講到 土耳其人的火槍兵是比較害怕僧侶的 因為僧侶的燒響射程是9點 那土耳其人最近的改版裡面喔 有把這個土耳其火槍兵的射程減少了一點 所以現在只有7點射程 那7點射程對上9點射程的僧侶 現在來說僧侶還是比較好解決土耳其火槍兵的 而且土耳其火槍兵射程越遠 這個命中率就越差 所以現在僧侶只要遇到火槍兵的話 基本上都是能處理的狀態 不會像以前可能還會打個快要55開 那現在很明顯 僧侶對土耳其火槍兵是64開了 更具有優勢一些 好這裡直接補了雙修道遠 後面直接打一個防守反擊 開始蓋城鎮中心 那這邊HART要思考的是 要3TC農上去還是要雙TC 挖石頭插寶防守 的一個策略喔 那如果這邊是選擇插寶防守的話 那當然壓力會少了很多 但是挖寶的話 上帝王時代速度又更慢了一些 產巨型頭時機的速度會更慢 所以HART在這邊的想法 可能會要去思考一下 自己要走哪一個流程會比較好 這是一個分支打法 那初衛切刃這邊是選擇了火槍兵 開始往前A 然後清奇兵 那清奇兵在這個地方 就不會再多做太多了 因為清奇兵只是要暫時壓過去 蓋寶成功而已 那這邊生物就可以趕快撿 去撿一些生物回來 這邊怎麼三隻肉馬 打倒一隻駱駝 這個奇怪的畫面 好 那現在臭名書來說 是博文帝人 暫時立先五村 土耳其人 單TC all in一波 那看一下家裡的經濟狀況 家裡經濟狀況只有8片農田 維持著村民的正常產人喔 王劍的數量是9個人在挖 木頭的話是8個人 8個人在挖 然後一個人挖石頭 那為什麼要挖石頭呢 這邊有可能是要去蓋這個城堡 繼續往前推喔 但他意圖並不是那種明顯喔 也有可能想要開TC 但如果土耳其挖寶前壓又蓋TC的話 那他這套打法的意義就不見了 所以這邊 飛龍這邊一個人挖石頭 可能有點想法 待會要去蓋個什麼 前壓寶 碰住兩個修道院 給對方更大的壓力 好 這邊肉馬過來 解掉這三隻僧侶的話 肥龍壓力就會變得很小 OK 肥龍這邊只解掉了一隻僧侶 僧侶沒有點下神聖思想 現在只有30滴 最後還射到了 哇靠你這是雜赫孫士啊 居然這麼遠還射得那麼準 一隻僧侶還是被射倒了 後面的5隻青騎兵 繼續往後繞 現在這些青騎兵的用途呢 是要趕快控制土耳其人去撿生物 假設生物撿得越慢 那這邊的經濟加成就越少 而且還可以多抓一些生鋁 讓他被迫按更多生鋁 去產出黃金消耗在生鋁上 這樣帝龍時代就更慢一點了 這算是經濟場來說的比較困難地方 大部分的玩家可能是在防守方面 不會去做這種機動性的騷擾 去阻止對方去撿生物 那如果對方出駱駝怎麼辦呢 那就給他出吧 他駱駝越按越多 帝龍時代就越慢 所以這是一體兩面的事情 他按駱駝帝龍時代就慢 那如果你不出駱馬去燒他的生物的話 那他的黃金就會非常多 而且生鋁數量也是非常多的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經濟場的 比較常見的攻防戰 那伯根地人這邊點下了支部技術 這邊是雙TC 黃金有點多 準備要蓋個市集嗎 市集已經蓋好了 準備靠一個買賣流 但是火槍已經開始往前給壓力了 伯根地人開始把黃金挖了起來 7個人挖金 好 生鋁招翔下 還有三隻生鋁 所有其人19分點下了帝龍時代 相當快速的一個流程 好 那地龍時代補下之後 這裡就要來思考 要不要先蓋一個工程7製造所 去補下火炮 因為補火炮的話是可以馬上成型的 土耳其人是免費化學的關係 地龍時代還不用研發時間跟這個資源 一上去就有化學 所以他走這個馬攻路線也是蠻厲害的 馬上就有化學科技 好 那飛龍這邊是把石頭好像賣掉了 然後拿去換黃金生帝王死蛋 沒有打算來插火炮塔 或是要來插城堡 那火炮塔來說的話 其實在這個階段也不是非常適合 因為這個研發價格實在是太貴 所以這個石頭挖上去也不可能是火炮塔的選項 看來只是單純是挖石頭拿去賣而已 好 一隻青騎兵又砍掉了一隻生鋁 哈特這邊打得非常好 土耳其人這邊點一下了前程科技 肥龍這邊先轉了一台衝車 先拆除前方的修道院 那哈特在後方補了一根城堡 可以明顯看到 現在青騎兵做到了很多效果 土耳其人的生鋁只剩下一隻 這邊青騎兵一直在看生物的位置 而且也確實擊殺到了蠻多的生鋁 所以看到土耳其的正面的生鋁數量就會很少 但是土耳其人肥龍並沒有轉鱸駝出來 所以現在撿生物壓力會比較大一點 但是現在重點已經不是在生物了 而是在正面要怎麼趕快推進 趕快把哈特這裡給秒殺掉 好但博文地人家裡有一堆生鋁防守 火槍兵沒有辦法直接往前 城堡這裡 現在的速度很快就要蓋好了 好蓋好城堡 這裡趕快再繼續撒農田 點下了救贖思想跟神聖思想還有輪軸技術 好經濟趕快點 那我們剛剛有談到博文地人這邊只要點下生鋁科技 救贖思想火槍兵跟火炮 都可以透過生鋁去反制 好這邊是帝王室戴還有15秒 這裡打算直接往前夾 直接射倒了一隻生鋁 但是這裡一隻火槍兵都沒有騷擾到 完蛋了 這一第一波的招翔有點失敗 但是肥龍這邊也損失了兩隻火槍兵 那兩邊都是護有傷害的 好這裡一到帝王室戴趕快點下印刷技術 生鋁的部分還要再補 後面再補一個 修道月吧 好現在就是這裡最難談的地方 待會招翔的時候 輕騎兵一定要往前喔 好這裡從這裡要往上了 拉一些村民過來打嗎 好生鋁過來招翔 先招三隻火槍兵 先打掉一隻後方的生鋁 一二三三隻四隻四隻火槍 生鋁往前兩刀一隻 再一刀 所有的生鋁倒地 但是後面的火炮並沒有被解決 而且生鋁一直被偷點 好這根城堡就需要防守 這裡這根城堡只要失守的話 基本上就沒救了 好那現在肥龍巨頭火炮 繼續猛攻 防守反擊 火聞地人這邊打得很極限 這邊石頭其才夠 要不要拉更多村民呢 應該是修不起來 很大了現在沒有城堡的防守 好這個火炮有機會 兩台都招翔掉 哇這個很關鍵 要不要回去打一下巨頭呢 結果沒有要打巨頭嗎 先打了兩套 打在火槍兵的身上 博文地人這邊點一下化學 這邊點化學也有可能是想要轉出 工程器製造所嗎 還是要轉火槍兵對射呢 博文地人這邊轉火槍兵對射的話 是可以射得贏 土耳其火槍兵的 因為沒有精銳版本的土耳其火槍兵 傷害只有17加0 那博文地人這邊火槍兵的話 傷害是17加4 21點傷害 而且還可以用射箭場 高速量纏起來 所以博文地人火槍這邊打得很好 但是清洗兵過來 尷尬了 這個城堡中心纏血的關係 沒有辦法收三驢進去 三驢被逼到了下方的城堡中心 火槍兵開始慢慢推進來 三驢再一次招翔 但是往後拉走 應該沒有機會了 反召一下下方的清騎兵 清騎兵被招了一隻 這裡收村 收生旅 又招到了一隻 兩隻清騎兵順利招翔掉 剩下一隻清騎兵了 肥龍這邊的清騎兵數量不可能多 因為農田不多 主要都是金跟木頭 要來產出工程器的狀態 當然火槍兵數量開始慢慢量產起來 其實哈特也沒有太多的農田 可以去產出這個火槍兵了 現在火槍兵的數量非常重要 現在甚至可以斷村 也不要讓火槍兵斷掉 火槍兵一掃基本上就沒救了 現在也沒TC了 看來村民也不用按了 補了一個魔防 重新營運一下這邊的農田 TC全被拆 火槍兵開始對射 21點的火槍兵 直接秒掉了大陸馬 村民直接在人家的火槍兵的面前 開始農起來 巨型頭司機要往後拉咯 火槍兵數量開始起來了 這裡還想硬拆嗎 後面還有生女再給壓力 土耳其人這邊打得很極限 土耳其人這邊也是 順利招響掉了一隻大陸馬 第二隻倒地 火槍兵被招響 但是土耳其火槍兵明顯劣勢 那以準度來說呢 土耳其火槍兵也沒那麼準 凡是一般的火槍兵的準度 還比土耳其火槍兵還要更準 畢竟火槍兵補片來說 只有在帝王世代才能產出 所以一般的火槍兵會稍微弱一點 就算是細節上的部分 可能大部分玩家並不知道 所以為什麼這邊火槍兵可以推進這麼順利 是因為他的準度 也會比一般的火槍兵還要更好 那土耳其 現在是單TC繼續農 上面補了一個承認中心 上面想要開始控圖 把這個黃金資源全部控下來 那現在如果要轉農的話 土耳其人也沒有太大的優勢 單轉農的話還不會保證說一定就炸裂 但是如果繼續打單TC繼續推進的話 優勢也沒那麼大 除非自己要點下火砲術科技 金冠技術 才有可能用火砲去poke這些生女跟火槍兵 但是金冠技術消耗的資源有點龐大 肉跟金消耗很多 這邊是決定要繼續打單TC 沒有想要給HART這邊有更多的回農機會 其實剛剛大部分農田都還健在 只要插下個魔防就會回頭繼續開農 這下伯格地人也轉出了火砲 火砲現在傷害是50點傷害 蔡建築物傷害是非常高的一個文明 這裡用城堡 火槍兵找不到 右邊城堡蓋好 這裡控堡 再來一根 又碰到這個城鎮中心 先把中間的城堡解決掉 火槍兵又往前 就要往後拉了 火砲有點危險 拉村過來修理 趕快用身體去著想火砲 這個火砲有點被吊到了 但是沒有救出思想應該追不到 回頭打一發沒有poke到 追不到追不到 回頭打好像再一下就可以 還在歐 有機會不要停 哈特這邊不能停 要招到了嗎 兩隻去招 最後用極限拉走火砲的方式 成功守住 哇這個聖女差點就著想到了 好上方的大量火槍團 現在哈特 是有點麻煩 這個火槍團的話 自己雖然可以用火砲去處理 但是人家也是會移動的 如果可以把這些火砲的DPS 都打在對方的建築上 其實還是更好 畢竟建築物不會動 但是人會動 好 拖文帝人這邊點下了重裝騎士 這個兔爾奇 肥龍的火砲 想要偷點 但射程一樣 12點 兩邊是互相傷害 變成炮地震戰了 現代化 兩邊都是一個現代化流程 但是拖文帝人直接反 轉出了冷兵器 重裝騎士 左邊這幾隻村民真的不錯嗎 在榴彈炮的面前 一直在挖 好 這裡回農一下 現在76村打60村 兩邊經濟差距 已經來到6000支援的差距 現在肥龍這邊回農 已經為11萬 這邊絕對不能打回農了 就算剛剛第一波打進去 沒有回農的話 可能也是慢了一些 所以肥龍一定要想辦法 打出更多優勢啦 但是現在沒有足夠多的肉 可以點金罐 現在對於聖地戰來說 之前沒有巨大的優勢 反正是 博弓帝人這邊經濟很好 可以用經濟一直拖時間 去淹死他 博弓帝人這邊有什麼想法呢 好 把這個槍全部滴掉 讓自己的走位 會更好走一點 後方打落馬出來 才能被點發掉 好有走位喔 重裝騎士 開始慢慢出來 喔 天啟兵 有沒有看到這隻聖女呢 有沒有看到 天啟兵的目標 是在右邊控聖物嗎 看起來是 好 這一部分又有大規模動作 火炮躲一下 會順利躲掉 四個生物打噴出來 結果撿的生物 都為了哈特而去撿出來 好這裏可能要決戰了嗎 火槍命突然往前 但這波往前並不是很好 哈特這邊火槍命數量更多 現在poke的數量不夠多 現在往前打的話 可能會越打越劣勢 刷了一臺輕型投石車 那土耳其人的投石車是不能升級的 所以這裏產投石車是為了什麼 也不太清楚 畢竟人家聖女有救贖思想 投石車出來可能也是被點掉 而且一發輕頭 現在應該是打不死火槍兵了 火槍兵現在有點一級工兵鎧掌 好這邊找到一個撿生物的時間 抽撿了兩顆生物回家 但是聖女還在後方 嘗試招響火炮 好生物開始慢慢撿回家 村民處八四村對67 火槍兵有點找不到人生方向 自鎖羅王 撞向了城堡 好這個就是 感覺去投胎啊 這個火槍兵 好火炮這邊被換掉了一臺 哈德這邊打得很謹慎 雖然自己的經濟優勢非常大 但是還沒有掉我清心 飛龍這邊村民處是68村 雖然村民一直有在暗 但是現在這邊的軍力有點不如於人 這裏三隻火槍直接被點掉 飛龍這邊的火槍兵控制的很好 數量上沒有大規模減少 反正是哈德的火槍兵一直被poke套 現在血量都有點殘掉了 好 能去招後面的火炮嗎 找了火炮的話 正面的火槍兵要繼續往前 不能停 但是又有五隻 大概四隻火槍兵又被火炮給打到 這一波中午招到了 土耳其人後方的火炮 火炮中午招翔到 壓力稍微小了一點 火炮差一點 可以招翔到 但是火箱已經在面前了 選擇再往回拉走 繼續打Poke戰 對於Hawk來說也是比較好的 現在木頭量非常的多 3000多木 還要花一點 這裡有補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製造所一直往前補 但是黃金現在不太夠 趕快來挖一下黃金 結果這邊蓋TC的臭名被弱馬給抓到 前線火香檳 危險 但是肥龍打出了GG 我們恭喜Hawk拿下比賽勝利 此戰過後Hawk也順利了 拿下了這場的晉級資格 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由伯恩帝人打下支援上勝利 經濟場這樣地圖 打法來說還是比較自視化一點 打法就是那些 只要你大概知道怎麼懂反擊防守 基本上在經濟場來說不會有太大問題 剩下的就是雙方的操作跟Poke跟轉兵時機 還有要不要回弄時機而已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了喔 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幫我上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拜拜